森田 你上次的衣服是新款的嗎 對 今年最流行這種反車型的 然後它的款式和版型完全不同 它特別在哪裡啊 我看一下 它特別就是其實你看喔 你有沒有發現到這個就是屬於那種小籠布 然後你看 這就是我們正常的材質 然後呢 它就是故意做反車 然後你看 現也外露 版型 你看 你有沒有發現到 弱肩 但是又不會太弱肩 今年流行所謂的45度的弱肩款式 不論高耳拍什麼時候都能猜 它蠻好看的耶 那你等一下幫我換其他顏色好不好 好 我跟你說 今年劍末皇真的超有碎力 為什麼 第一 顏色它有顯色 第二 它的線呢 這次是有跳色的 然後呢 你看 今年 越寬鬆的衣服呢 就是越是往道 前面圍紮 然後後面圍樓 或者是假如說你今天要做全紮 全紮的方式也很好看 今年很流行的那種所謂的工裝啊 或者是一個街頭風格 就是可以這樣做 聖田 要不要介紹一下 這款有幾個顏色 幾個尺寸 這次的顏色其實蠻多的 它就是有八個顏色 然後有ML 這麼多size可以選擇 那我現在這個穿的是L size 因為我個人比較喜歡穿寬鬆的 我最喜歡的顏色呢 其實我覺得唯一就是 idol 綠 穿的是M size 那M size 我就會搭一點點那種T 你看 在裡面就非常好看 跳色 賣夠綠王道 我剛剛呢 穿的是寬褲嘛 那其實呢 穿窄褲也很OK 這個灰色穿起來就是非常有質感 而且你看 搭配這個藍色 根本就是韓國的質感 這個 不是國民男友 國民男友就是要這樣的配色 假如你想要當國民男友的話 這樣配 但是你可以教我們怎麼穿搭嗎 這一款 其實呢 我有告訴大家 其實穿搭有一個特色就是 不要超過三種顏色 例如白色 淺色 黑色的鞋子 那不要超過三種顏色呢 其實就非常的好看 你知道嗎 其實這個款式啊 它好是好在什麼 它也可以穿窄褲 它也可以穿寬褲 所以衣服的版型呢 很重要 只要你先選對一個好的版型 其實寬褲褲 都能搭配 對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